我們都知道新北市在居家檢疫這塊做得非常好 防疫超前部署非常優秀 但是最近感覺不知道是不是螺絲鬆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居家檢疫的數量最近又有回溫 所以之前最高的時候是一萬三千零九十五人 那到前兩週根據我的資料是降到一千六百人左右 但是這一兩天又回升到大概兩千三兩千四 代表說居家檢疫人數有增加 那我相信居家檢疫人數一定會再來越來越多 因為現在中央政府正在考慮要做境外管制的鬆綁 包括境外生 商務人士都會慢慢逐漸開放 但是居家檢疫者收垃圾一直是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按照環保局對於居家檢疫者收垃圾是說 只要有居家檢疫者有排出垃圾的需求 就聯繫新北市關懷中心 那關懷中心就會通知專人跟他聯絡 去收他的垃圾 那如果居家檢疫者禁制外出掉垃圾的話 會按照傳染病防治法會罰十萬塊到一百萬 其實是非常重 但之前住大樓的人就有跟我反映過 說他一直要找清潔隊或是環保局找人去收 那環保局所委託清潔公司居然叫他自己拿下來 那這個是非常的離譜啦 因為他如果自己拿下來會在電梯裡面 如果遇到其他住戶萬一他有染病的話又有傳染到他人喔 那可是最近又有發生其他的狀況 就是很多住戶反應喔 像其中有一位是6月4號回台灣 6月7號他就提出收垃圾申請 但到今天6月15號已經是11天了 都沒有人跟他聯絡啊 所以你知道他現在多慘嗎 那個垃圾都發臭了 垃圾發臭他現在只能把那個發臭垃圾冰到冰箱裡面 那我是要提醒局長 我不知道這個中間的環節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啊 因為居家檢疫者會越來越多 而且現在以前一萬三千多人的時候 你收垃圾都可以那個量都可以滿足 為什麼現在只剩下2300多人的時候 這個量居然沒有辦法滿足 還要他們把垃圾冰到冰箱裡面 那這個是住社區大樓啊 有一些是住在公寓的 你知道現在住公寓的垃圾誰去收嗎 很多是里長去收耶 他們把垃圾放到門口 然後里長去把他們收 里長也非常害怕 所以現在到底 這個按照正常的SOP應該怎麼作業 那現在是出了什麼問題啊 局長 是 跟議員簡單報告 就是議員之前也非常關心這個巨大檢疫者 那原本初期的這個量能部分 後來中央他也修正規則 所以現在量能都沒問題了 原來講居家檢疫 我們會給他四個磚熱帶一共100公升 所以我們會先鼓勵他說 他裡面只要做好分類 如果他沒有幾個量拿出來的話 他可以先暫時放家裡 比他不會湊就好 但如果他真的要拿出來的話 請他務必一定要跟我們的關懷中心去做聯繫 那我們會馬上派專人去跟他去做一個 確認這個時間 那原來上來講 我們現在是一個禮拜一定會收一次 那議員之前提到這些 因為我們是到他的住戶門口去收 譬如他做設議大樓我們就坐電梨上去 到他門口去做收訊 然後因為上次議員的這個建議 我們後面有做這樣一個採取這樣一個作為 那議員剛才提到那個案件 我可能後面的了解 像基本上講應該 後面如果拖延這麼久 我可能他再問一下 這個並不是個案 很多人都這樣反應 代表說局長並不了解狀況 因為我的基層是跟我們這樣講 但局長說一般來說三天到五天要收 可是實際上很多人 你看6月4號回台灣 7號申請15號都沒去聯絡 已經過11天了 因為目前我們新北日分6區在收 所以這個六年應該沒問題 現在就是說你並不了解真實狀況 我們反應給你 請你去調查清楚這中間遇到什麼困難 理論上按照你的說法 這不應該發生 我們會確認一下說這通報 不應該發生 對吧 不應該發生 那他把垃圾冰到冰箱也很殘忍吧 對 沒錯 所以把這個狀況跟你反應 應該就趕快去查看 是到底問題出在哪 還有就是上一次跟你反應的 現在居住戶的大樓的垃圾費 漲價的問題 後來你們做了什麼處理 跟議員報告就是 上次我們有去找我們代托托廠商 跟這些清除業者之後開過會了 那我們做幾個先確認 第一個就是我們進粉化廠的費用 是沒有增加一樣3200 但是業者 我把我知道狀況跟你講 利用正確告訴你 第一個你們進場費用沒有漲值沒有錯 因為我早就告訴你 不是因為進場費用增加他們來漲價 是因為你們粉化廠的量縮小了 導致於他們成本增加 他們必須貪提所以才漲價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你們開一個會 跟那個清運業者說 議員要求不能漲價 然後搞得清運業者全部打電話來罵我 我覺得你本末導致耶 你應該去解決那個量的問題 我已經告訴你是量的問題 造成他們漲價 所以你把他們壓下來 但量的問題不解決很奇怪 第三個你們是委外去處理量的問題 這黑箱作業你去查了沒有 查了嗎 黑箱作業查了嗎 查了嗎 這不是黑箱作業 查了沒有嗎 你有沒有去調查量的問題 有調查了嗎 有確定有調查 那你等一下會後提供資料給我 他量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好不好 不要要業者來罵議員 是不會啦 這個我知道 是謝謝